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系在这里手脚 这是被称为小林流的布局 这是小林光一最喜欢用的下法 黑系挂脚的时候白系一间加 如果白起走这个 这样全局就显得单调了 双方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战斗 将进入平稳的戏气 由于小林光一的后半盘呢 技术非常好 这个赵志勋呢 要回避他的长相 战斗 战斗呢 是赵志勋的强项 黑系点脚 不跟你战斗 先把这个脚的空也抢走 局部呢 这是一个定势 然后黑系抢到一个先手 这部棋 低拆 在现代维系中已经很少见了 我们看到是最常见的是这个 高拆 或者呢 是王李小飞 然后准备低拆二 或者呢 在这里拆 总之呢 都是要争取把自己的位置走高 和白旗的大模样对抗 说这个旗心心定定的把这个旗走到三路 这是古代日本围旗的下方 这也是小林光一制定出的一种战略 就是说我先站稳脚跟 等着你赵志勋来打入我的空和我战斗 这里呢 又一个定势 双方这几个定势一打 全局好像没有什么可战斗的地方 但是小林光一 抢到了这个最后一个大场 这个地方如果去打入的话呢 这个地方将来 这个是在这儿的 这个地方将来战斗呢 他怕黑旗将来从这边搬起来 白旗断 黑旗长 这样呢 这边白旗的空不容易守住 因为白旗要飞这个的时候 黑旗有可能或者飞这个 或者甚至直接在这里打入了 这个子的威力就发挥出来了 所以白旗要打入之前 要先做一个准备工作 先尖顶和黑旗这个搬单交换 然后白旗再去打入 这个他当然期待着 马上逃他小尖出来 你再压他再跳起来 这样呢 战斗往白旗这个实力范围里边过来了 白旗终于掌握全局的主动 这个小林光一呢也早有准备 当初拆三的时候准知道你不肯在这边守控 你比如说守这个脚被黑旗跳起来 这个他算准了赵志勋对这个不满意 他一定要回来打入的 小林光一就挑对方心疼的地方走 我再把这个脚抢过来 看你怎么办 白旗先压一下试探应手 这个也是比较高明的一种战术 先保留这个拐或者保留这个搬 这两个都不走 我先压一个看看你准备怎么办 如果你在肯搬白旗就退了 黑旗如果街上这样白旗这边的外势幅度宽了 他就肯从这边搬下来 黑旗呢不给白旗这个机会 后退 很冷静 白旗再压 继续考验 你要搬的话 他再从这里再搬 这个模样就要出来了 小林光一继续冷静 就是把空都拿到手 这个时候由于这个地方黑旗有搬出 白旗不肯在这个地方搬了 白旗拐这个 这里呢双方又完成一个定式 白旗把这个空扩张起来 这个模样呢立起来了 现在 现在摆在黑旗的面前的就是一个问题 怎么去破这个空 这个可就是学问了 这个旗如果是走的浅一点 白旗有可能这么回 白旗的空呢 黑旗不一定够 如果走的太深了 比如到这个地方来了 又有可能被白旗连根猛攻 所以怎么才能就走的深 又要将来为自己预留退路 这个是一个学问 这种地方是武功最擅长的地方 赵志勋呢 其实不善于下这种旗 小林光一呢 他的智古本领是一流的 这个地方他算了很长时间 放在这 从结果看呢 这招旗还真是打在赵志勋的腰眼上了 真是让他有点难过 这个他不知道这个旗应该怎么走 假如去直接进攻 黑旗就老实往来跳 白旗如果再蒙 黑旗再跳 白旗再蒙 黑旗从这里下来 这个旗黑旗不见得就死 不但不死 而且像这种地方走 还有先手味道 他不直接断你 已经要白旗觉得不错了 因为这个地方 白旗这个结构啊 也很单薄 假如这儿有一个虎 那就另当别论 这儿没有这个虎的时候 整块旗将来被黑旗一刺 白旗一接 黑旗一飞出来 黑旗不但是在这搭眼求活 自身还带着白旗 带着攻击白旗的作用 所以白旗像这种猛围的攻击啊 也没有什么把握 这个或者呢 现在来围控 也看不清楚 你这么围控 够吗 这个就很难说 这样被黑旗外边 搞出一道这个外事来 这个地方 控可能就没了 而且最要命的 最不甘心的 你围这控之后 被人一路有一个 收官的手段 这个地方实际上 目数并不大 这个旗呢 赵志勋这个时候 战略上有点乱 就是不知道该走什么好了 这个旗手呢 最怕这种状态 如果这个旗说 我们说这个旗 武功正数来下 武功正数肯定觉得白旗好 这个不用讨论 这个白旗 在他眼里看 怎么下怎么有理 都是白旗优势 但是这个赵志勋和小林光一 两个人都是 以捞失控见长的旗手 对这个旗 一走下去 就下的不对了 不擅长 这也是小林光一的目的 就是 把赵志勋赶到 这个小胡同里去 把他空都抢走 逼他到中央来决战 我们看到赵志勋 在关键时刻 现在开始 精确的赵 这招旗 先说 没有必要走 除非你准备 围这个空了 你着急走 这也干什么 这步旗将来 你是要准备 吃这个旗不是吗 将来根据情况 这边 说不定这个字 对这边会有大用处 没有必要 急着走掉 或者呢 这面 你也可能 将来顶到这面 威胁着这块旗的生存 同时呢 把这边自己走走后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或者就哪怕 就是这个呢 这个对中央也有好处 不见得有必要 马上要走掉 这个赵志勋 当时走掉这个呢 是想看看他的应手 看看这个黑气 硬在那 小林光一这个 看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意外的是 双方的要点 他走这个一针啊 白旗 这个只有后退啊 不能被他搬出去 黑旗在搬着火 这个交换 表面上看 好像白旗便宜了 白旗先手得力 把自己的旗营 整理好了 但是他也有缺点 就是缺点什么呢 黑旗也放心了 将来这个白旗搬下去 第一个是先手 第二个接肯定就是后手 因为那里边跟死活 没关系了 所以黑旗这样 也彻底的放心了 所以这个交换呢 白旗 可能是应该保留一下 好一点 因为从待会儿 我们看的实战结果啊 我们看出战斗 有往这边发展的趋势 回到中央战场 这个赵志勋 还是哀声叹气 为什么 还是不会下 不知道怎么攻这个 去吃吧 没有自信 去违控吧 总觉得人家空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错觉之下 他就开始走极端 使用暴力 想直接一举在这个地方 打垮黑旗 但是实战证明 他的想法过分了 赵志勋的想法呢 基本上谁也想不到 居然是在这儿 这个太野蛮了 这个人家中间掉一个 说你直接就碰上去了 这是干嘛 这个是赵志勋的 一种特出的一种战法 想欺负黑旗 黑旗假如从这里搬 白旗肯定看都不看就扭断 这一扭断完了 外边的白旗子多啊 无论他把这个子吃下来 还是把这个子吃下来 两边大空 至少总能乘一边 总还可以 黑旗如果从这边搬 白旗肯定也是这么断上去 这些赵志勋肯定都算过了 就算让你这个活 你那个子那边的 也要付出代价 还有一种变化呢 就是你如果往来退 白旗就搬 黑旗如果走 白旗再连搬 拼命呢 要把这边的空都围住 或者甚至他还要这么贴过去 你如果往里去呢 他再从这边断 你如果这边退呢 再这边连搬为空 总之他要最大限度的 把这些空都拿到手 说赵志勋啊 这个旗啊 也真是够歹毒的 直接靠上去 他倒不见得是敢说 这要杀旗 但是他就要唯控 他是肯定 想逼着对方退让 但是呢 就是他运气不好 碰上这个老对手 小林光一了 小林光一根本就不怕他 这个对赵志勋 那个本事支根支底 对自己的旗呢 也非常有自信 看到赵志勋 紧贴着这个靠上来了 这边搬或者这边搬 都要被人家断掉 这边退 他要为大空 这个小林光一叫 反其道而行之 叫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我往你空里去 你来吃吃看 这个是需要胆量的下方 这是高手 真敢往里走 那赵志勋没办法 赵志勋一走 这不能跟着这么唯控啊 这种唯控不像棋啊 这种唯控等于帮人家 全走后了 这个空还没围呢 这边也没围上呢 你再从这边 什么再走 围这个空不对了 这边是人家的势力范围了 这个空被困破掉 黑棋一个角 俩脚 三个角 四个角 这个白棋空到哪里找去啊 所以这等于是 小林光一是发出一个信号 挑战 以挑战对挑战 你不是来碰吗 我进去了 看你怎么吃 白棋扳住 黑棋反扳 也不含糊 断上去了 争自有力 这个肯定是白棋争自有力 说这个棋 双方下的都有点野蛮 都够凶的 两个人都够狠的 一个是拼命的这个 要吃棋 一个是 死也不相信自己会被吃 我就是要在里边活 但是这个时候呢 恰恰就是 这盘棋 精妙之处 这个要见胜负了 像这种棋 断的棋都下出来了 黑棋不拿出点招来 这就马上就该认输了 直接叫吃 肯定没有任何出路 人家一跑 你第一个争不掉 这么打吃 那简直是想都不用想 这种就把这两个子全送了 这个而且自己还该着这个断打 还没还全体没有活 还要跑 那后半盘就没法下了 这么打了以后再成 为时也晚 被白棋这么拐出去 这两个子损到 这面还得想办法到这面来活命了 总之 这个棋 黑棋 需要拿出招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小林光一 亮招了 不是争子不利吗 好 我先去引争 看你怎么办 这招棋有意思 这个叫以静制动 你是吓得狠 好 局部你狠 我争不掉你 我先靠一个看你怎么办 要争你了 这回要争你了 这回一吃 你跑不掉了 这边是我的子 白棋 不可能再在这里后退了 这招 被便宜便宜大了 对吧 这边也不可能在这硬啊 再硬硬 被人这么斑斑 人从这直接要连回架不说 这个争子 一争就争掉了 所以白棋 不可能在这个局部再走了 白棋如果退这个 黑棋这一班 白棋只好走这个 黑棋长汉先手 白棋只好接住 黑棋再打 你沾不沾 不沾我提示先手 这个棋整个的都要飘起来了 这个点位都要出来了 或者呢 单打这个 你沾不沾 这也都是难受之处 你要这么打的话 他提先手 你要这么接的话 他再尝了以后 再在底下做活 这个棋可没有把握说能吃掉这块黑棋 底下还漏着风呢 自己这还盖着断点呢 这块棋也不是非常厚 被黑棋从这里飞出来 还有反攻的地方 现在一看 这招接 现在看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时候 白棋要在这活动的时候 黑棋要在这活动的时候 白棋这招棋不该走 白棋这招棋如果不走的话 黑棋这两个没有 白棋这个也是先有先手为导 这个甚至顶了硬口 也有先手为导 这个黑棋活动起来 要累得多 那这盘棋就该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但是既然他先交换了这个 我们就只能说小灵光一下的 这个靠上去 这个靠上去厉害 恰到好处的 让赵志勋难受 这个刚才说过了 白棋如果推这个黑棋一般一打什么 就要活在里头了 这个受不了 所以白棋采用了 继续采用这个硬吃的下法 下的紧凑 要求把这两个吃干净 给你活一点都算了 小灵光一还不答应 越是你后退 我又要一起活 这个是两个大高手啊 在这里进行了生死对抗 这个棋白棋不能后退啊 白棋如果后退这边被黑棋一拐 那这个两块棋会失了 白棋在吃这个 被黑棋再一搬 这黑棋活得舒舒服服的了 所以这个时候 白棋也就没有了什么退路 干脆就一路野蛮下去吧 再压 再往下送 意思就是要让这个子呢 彻底的变成废子 但是 这个棋下去之后呢 白棋自己的漏洞也暴露出来了 这个地方有断点 这个地方有打赤 现在为了阻止他渡过啊 你不能这个补这个 补这个这一下断掉了 不断掉就搬过 你也不去啊 这走什么呢 这个 所以非把这个补了不可 好 这样一来 小林光一抓住了反攻的机会 先打这个 这个 也挺狠 先试你的应手 问你 你是准备一块总吃我呢 还是准备分着吃 假如你要赶在这总吃 他就把这个提起来 这个吃起来有难度 因为这一提起来之后 下边还有这个 肩顶 这边黑棋要求度过 白棋气势紧的 这个地方作眼 利用这个倒包的问题 又有可能将来做出半只眼来 所以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作眼要点 所以这样吃起来 白棋假如这样走 黑棋走这个 累了 又不好吃了 而且这一拐出去 黑棋的眼味就都活了 白棋也没办法 这个 干脆 这个也要跑 黑棋试探应手 继续这个 滚拨 这个白棋只有一条路了 赵志军还算得很深 这时候显然他还是想全吃人家 你看下一招都看出来了 这还打了一次 这招是准备吃棋的招 不吃棋是绝对不能从这打的 这一打和黑棋一场交换 外边已经损飞了 但这时赵志军已经破釜沉舟了 因为什么 他不打这个以后 永远打不到这下了 如果你走这个 黑棋打吃 白棋提掉 黑棋包吃 白棋只有接住 黑棋 如果长出去的话 这个棋 你这个永远打不到 你如果这个去断 被他一打吃 这一接上 他再从外边一跑 或者这一点的一跑 这边变成一个大对杀 将来的时候 这有一个和这没有一个 对这边的杀器 是致命的 所以白棋这必须要有一个 才能考虑和这块杀器 或者呢 换一种说法就是 黑棋走这个时候 如果白棋退让让他活了 黑棋虎这个也可以考虑 你现在打吃 他接住 你退 这个空勉勉强强 算守得住 但是这要被先手拐一下 外边也都没法看了 这一拐你只能缩进去 外边又差太多了 所以无论于攻于守 赵志勋现在已经破釜沉舟 我就是要吃齐了 干脆 连这个一块打掉吧 黑棋当然是拨打 有了这个打之后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黑棋从这跑出来之后 白棋可以考虎这个之类的 你从这灌不出去 因为他这个已经交换到了 你从这边出不出去了 如果你虎的话 他这边变化也好多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小林光益又转换了兴棋方向 要求度过 这个是白棋最后一个回头机会 什么回头机会 就是老老师赶紧算了 但是这样 这不是赵志勋的作风啊 这个咱们半招算了算怎么回事 为这么一点空 这边已经损到外边去了 这个还要被人这么搂吃一下 亏的实在是太大 人家这在唬一个 这边的空也破了 这家也不是木了 这边外事也来了 黑棋度过了 白棋空不够啊 所以赵志勋 这时候也不考虑这些变化了 一咬牙 就是要吃 但是我们说这个下法啊 无理 这个棋不能这么下 这个下法太危险 这有一个字 这个是先手 黑棋现在不能包了 现在一包这个大龙死了 现在是你死我活了 白棋飞逃不可 这招好奇 这招是充满弹性的好奇 说白棋可以跑中间 但是黑棋只要下边一虎 这个棋基本上吃不掉 因为虎了之后还有先手的味道 你在走这个之后 这底下该黑棋走 坐俩眼 基本问题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们更看到了 像这个交换的要命的地方 如果这走成这样的话 白棋这招棋如果能放在这儿 那个黑棋危险了 脚不死这边就要死 那下法完全不一样 正因为白棋事先把这个交换完了 黑棋这招更加倍的体现出了厉害 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这个赵志勋的下法虽然凶恶 但是没有建立在计算的基础上 相反我们看到小林光一这个棋倒是很扎实 每一步棋都是走在对方的要害上 这个是以精确计算为后盾 赵志勋下到这个时候 你说让他往中间走吧 这个太受不了了 干脆 继续破釜沉舟 他想的什么呢 如果你走这个 他现在可以搬了 趁机把这个一搬 把这个字也拉回来 把这块也救出去 硬吃这条龙 这要硬吃了 马上他就中盘获胜了 但是 这步棋呢 又低估了小林光一的力量 这招很棋 这招棋太凶 这一反攻呢 仔细一看 白棋居然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白棋在这最凶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 冲这个 黑的挡住 白棋再断 如果白棋能在这腾出一个先手来 让黑棋退一下 白棋再到这边去反攻 这个白棋或许是还 是可有为 还能战斗 但是走这个时候 人家能打 你退的时候 人家还能加 这都是急先手啊 没得不硬的 只好退这个 没第二手啊 黑棋现在轮到先手走了 把这儿的断点一补 这个地方非常要命 白棋一二三四 一气都宽不出来了 只有四气 这个地方白棋无论怎么走 收不住黑棋的气 黑棋都能先手走出四气了 所以尽管这个变化复杂 但是这是不成立的变化 现在看出这招棋 多打一个都坏出来了 但是 这不是追悔莫及的问题 你不打这下 人家到这边来活来了 这是没有办法 这是小灵光一下的好 赵志军拼命的在这儿找路 黑棋又唬住 白棋再断 看着好像黑棋也危险的不得了 这几个这不断开了吗 这儿还有冲断 这儿还有夹断什么的 这个小灵光一都给他算好了 看着好像黑棋都很危险 这个长也不行 这个团也不行 什么这个小尖也不行 但是人家有一招闷的 就走瘀行 紧住你的气 杀棋的时候 可不看什么瘀行不瘀行 这个时候就看谁气长 现在白棋四气 但是白棋无论怎么断开黑棋 自己都要撞气 最凶的是扭断这个 黑棋也不从这儿打 也不从这儿打 黑棋可以继续紧气 白棋没有办法 不能打这个 打这个被这么一打吃 你在接的话 他提 你提这个 他冲吃 死掉了 这个不能打吃 和这边已经没法杀气了 这边也不能冲断 这一冲断 这边闷吃 你要接这个的话 黑棋一紧 所以走成这个样子的变化 小林光一 所有的对杀 全给他算清楚了 等于是 这个赵志勋 是话虎不成反类犬 自己这个中央 这个手筋 这几个棋筋 被黑棋吞吃 下到这个时候 赵志勋是走投无路 只好投子认输 今天这白棋呢 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